大家好,这是5月7月2021年的10点25分 这是温哥华的时间 6月的时间是中午10分了 中间来讲,昨天 NASDA,美国的NASDA核指数 是没有掉穿它的支持 然后呢,今天NASDA还going up again So what does that mean? 这是表示什么呢? 表示美国的IT股票现在刚刚调整 可能完了,没有了,不再调整了 现在还要回升一点了 所以大家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会看见2330 台湾的台资电已经回升2% 然后2303还回升5% 我个人估计因为美国的NASDA已经不再下跌 现在开始回头往上 所以呢,台湾股市会跟着往上 昨天是17285 然后呢,IT股都会跟着往上 另外一点呢,随到NASDA呢 开始掉头往上的话 Dow Jones跟那个S&P500都是创造了那个新高 所以呢,未来的一个礼拜 这个所有的股票市场啊 各大股票市场还会继续的往上走 特别是IT股呢 刚刚调整,可能呢 暂时停一停,不再往下了 可能现在还要往下面跑 新一点 谢谢大家收看,谢谢Eric OK,我在温哥华